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,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。 人人与生举来,不学而知,不学而能,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,就是主宰我们一生的道。 我们有学体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,有旺季的时候,有疏远的时候。 而道的本体和妙用,不用学习,不用思考,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,小而能主宰我们一生知识听言动。 我们有而不知其有,用而不知其用,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。 不增不减,但自举足一切,我们身上固有的道,因为就在我们身上,又称作自信老。 我们了解了,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,在我们身上就有,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,而有任何增减。 无论众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,均无分无别。 因此,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,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,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我。 不只认识了宇宙,也认识了我一生的真正主宰。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质底,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。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,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。 即是我的良心。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,天心即是道心,此心无情无相,即是真空。 真空之以妙,空而不空,空中妙有。 妙有者,生天生地生人生,万物万类之大分也。 妙有者,万灵真宰也,主宰天地人,万物万类之真主宰。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。 不曰道在无身,一切万能。 道离无身,此身败无异能。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,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。 三求道是求什么进行观察我们所存在的宇宙。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。 字。